边缘里面那么黑 只有你和电影里面的凶手一起感情 观众就会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独妹子 欢迎收看影视有独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我是一个助长女歌手 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夜是 十二年前一夜情的电影 地球最后的月晚 那天是里面神友人的 总比买到开年后 我懒得高 偷窃 雜欠 对我来讲 那就是一件好物 我像传媒人区别 陈后首次复出的汤薇 就是如何演绎出 纸醉金迷的摩登诱惑 电影又有哪些精彩看点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汤薇陈后复出首部作品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汤薇 生完宝宝复复出以后的第一部作品 有些不太懂 这其中门道的小可爱 可能看不出来什么 独妹子在这里解释一下 一般女演员 常复出的首部作品 一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这个作品就算不是剧王级别的 但是至少也是制作精良 剧本严谨 绝对不会以差的就是了 因为生产不得不较长一段时间 淡出大众事件的女演员 非常需要一部 优质的作品 一炮而红 而且很多女演员 会将生孩子定为自己转型的契机 原来可能走青春偶像 路线的女演员 就会向实力派转型 而且生过宝宝之后的女演员 状态究竟如何 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 有没有收获新的东西 也是观众非常关心的 所以这部电影就算不会太爆 也定不会踩雷 各位观众老爷放心去看就行了 二 全片大量使用凯里方言 一般全片使用大量方言的电影 导演的脸上基本就写着 我要搞个大事 比如 盲井 就使用了大量的河南话 到现在为止 不是被记了很多年吗 不过盲井被记 真不是因为方言 独妹子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讲吧 方言的受众面积很小 就有可能因为不喜欢这种方言 而流失大量的观众群 很显然 夜晚的导演就相当自信了 他有信心将满是方言的电影 派出他应有的特色和韵味 使那些本来对凯里方言毫不了解的观众 也喜爱上这种当地特色 三 用文艺灾难片的方式 写诗 《地球最后的夜晚》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导演电影 电影中操控着汤维表演的仿佛 不是汤维本人 而是导演 汤维只是将导演的意愿 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 导演精神世界的幻想 全部崭新出来了而已 那么这部电影精彩的地方 大了区了 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 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探索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我举个例子 一个变态连环杀人犯 为什么会犯罪 因为他内心世界的秩序失衡了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所以只好泄露出来了 而他泄露出来的表现 就是不停的杀人 现在夜晚的导演 不断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泄露出来 甚至还用自己的内心世界 写了一首 文艺灾难片风格的诗歌 你们真的不好奇吗 四 用心良苦的音效 真正的耳机挡福利来了 夜晚的音效 导演曾经放出过豪言壮志 让观众都能听到星星的声音 这一次要让观众听到星星的 众所周知 星星是没有声音的 那么代表星星的声音 究竟是什么呢 是夏夜昆虫的鸣叫声 是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还是邻居厨房里 传出来的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真的是实名期待了 一般的影视剧作品都不喜欢在音效上下功夫 只要主演的对话清晰可闻 再在适当的时机加入符合情绪渲染的配乐就行了 因为很少有观众会注意到音效的存在 夜晚的音效导演愿意在这上面下功夫 真的是相当良心了 5.大量的3D长镜头 一部电影里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长镜头 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这么说吧 当初郭静明拍《小时代》的时候 就因为电影里有一个长达8分钟的长镜头 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宣传点 宣传策划甚至达到了逢人就说的地步 可见一个长镜头有多么难拍 看点有多么足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后半部分 基本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长镜头 长镜头的特点就是 在这场戏中任何一个部分表现的不够好 甚至是道具群演没有配合好 就需要从头再来 所以半部电影的长镜头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只醉金迷的诱惑风格奇幻的写视导演 具有特色的方言 加上产后付出的汤薇女神 都成了这部电影你不容错过的理由 一起走进电影院 批阅一下汤薇产后付出交上的首张答卷吧 我是独妹子 感谢收看本期《杨视有毒》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及获取更多影视推荐 请关注订阅影视有毒 我们下期见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电影 因为前面有了二个部分 像米一样的一些故事 在3D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答案 3D部分全部都是用长镜头拍摄 非常非常复杂 设计感很强的长镜头 我们自己很过瘾 拍的也很过瘾 最后的那个电影是我们莫名以求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